2024年暑假国际级的蝶石艺术节于新城乡七星坛经验登场 活动是由新城山工所主办 各地艺术家与本地的蝶石创作家齐聚花莲七星坛 展开一场与地心引力抗衡的蝶石传说 除了有精彩的表演活动 更有消费抽iPhone来振兴灾后的观光与经济 虽然0403地震重创花莲 但花莲有够坚韧 欢迎乡亲齐聚农历评观光 花莲县新城乡公所联合在地业者 在暑假期间在齐聚坛风景区 规划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举办第一届 曼坡新城乡国际蝶石艺术节 创作者利用海滩上各式不同大小颜色的蚵卵石 漂流木就地取材创造出结合美感 线条结构且不受重力影响的蝶石艺术作品 艺术家进驻棚创作期间 民众可以经济力地进展到蝶石作品创作的过程 由于我们今年0403花莲地震 造成我们花莲的整个观光产业 那个被受影响 百工百业也萧条了不少 所以我们新城乡的乡长和礼台 特别很用心地筹划了今天的国际蝶石艺术节的活动 这个是在国内比较少见的一个活动 希望说能吸引我们全国各地的各位好朋友来到新城乡 来我们花莲走一走 不管是规划我们三天四天或五天的行程 至少也要在我们新城乡做一日游 所以筹划了今天的蝶石节活动 也特别非常用心地邀请了国内外的艺术创作家 创作了那个六族的我们他们的专业的蝶石的艺术作品 就在我的右后方这个地方 另外也邀请了我们一般的民众 报名参加我们的创作的蝶石 总共有15组参加我们的创作比赛 相当和礼台表示 新城乡国际蝶石艺术节是一系列的活动 让新城乡观光热闹整个暑假 从6月24号蝶石艺术家进驻创作开跑 一直到8月24号海边吹吹风也参日 活动期间均由设有海滩小镇四级前往旅游的民众参观选购 而且民众在国际蝶石艺术节活动 拍照上传到活动脸书 可现场服务兑换精美的活动纪念品 也欢迎大家花蝶体验石头蝶蝶乐 让我们的蝶石艺术抗灾 蝶出花蝶的新世界 记者吉宏益 谢谢大家回答